首届华侨华人粤港澳大湾区大会将于11月11日至15日 在广州召开 作为在大湾区投资耕耘多年的粤籍桥岭 梁冠军日前接受记者采访时 谈起他参与大湾区建设的切身体会和独到看法 因为自从大湾区的策略能够公布以来 我们海外的侨胞都很兴奋 因为我自己作为广东人 广州人也真的想要为这个大湾区的建设做一份努力 因为我们在纽约 纽约也是大湾区 那么很多的可以借鉴我们纽约的经验 作为我们侨胞有一个这样的特殊的关系 特别的一个桥梁 可能会对大湾区的建设 我们起了一个更加积极的作用 梁冠军认为 作为继美国纽约湾区 旧金山湾区 日本东京湾区之后 即将崛起的又一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湾区 粤港澳大湾区 无疑将对全球产业格局调整 包括资本技术人才等资源要素流动 及世界城市群的分布都将产生深远影响 未来发展空间和潜力极具想象力 因为大湾区 那个战略推出来以后 我看那个9加2 那个是一个很大的平台 包括我们港澳同胞 包括我们广东的9个城市 那么的话 一起来有这么一个 共商共营的一个平台 最重要的是我们大湾区的人也好 环境也好 各个方便 真是比其他三个大湾区都可能有所 再上前一步 也提供很多的相机给各位我们的朋友 来大湾区的投资建设 我觉得对我们侨胞来讲 是一个很好的机遇 因为的话我们很多特长 可能在大湾区也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作用 包括各个方便 金融 高科技 还有文化 还有新的那个理念 总而言之 通过各个方便的合作 共赢 可能大湾区会提供给我们 侨胞一个很好的一个平台 很好的一个机遇 也是很好的一个机会 据介绍1982年 与纽约注册成立的美东华侨华人社团联合总会 目前会员单位已由成立之初的13个 发展到221个 多年来 该会及梁万军本人与广东联系密切 多次组织侨领来月访问 促进了中美经济文化交流 推动了广东省经济文化建设 我们作为我们美东华社团的总会 我们也发动了俗下的221个侨团的朋友 一起来宣传 宣传我们大湾区有哪些好处 有哪些 就是以后的话 有对自己的发展 有什么的很大的平台 那么的话也是对宣传 这个宣传很重要 讲好我们中国故事讲好 我们广东的故事 那么讲好我们大湾区的故事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